活体卫食如何尽可能的做到食物安全 我这又带回来一匹饲料泥丘 了解我的帖子都知道 我家观赏鱼的食物 基本都是活泥丘 鱼虾之类的 可往往活体饲料会携带各种病菌 投胃活时 其他可能导致观赏鱼生病 所以每次野采回来之后 我都会第一时间用亚甲鸡兰溶液 吸食一通水出来 用于减易杀菌 微朗的亚甲鸡兰浓度比较高 需要吸食使用 可以杀杀真菌 拿捏不准用量的 记得每一百升水 添加五六毫升即可 像我这种惯犯可以随意 把泥丘放进去浸泡一两个小时 如果换做鱼需要增养 平时关上鱼得个水煤 白点 简易 新钢开钢等等都能用 对了 千万别学我 直接上手 容易得蓝指甲 在泥丘腌制入味之后 捞出空水 再放入清水中 饲养五至七天 让其清肠 期间保持换水 之后你便会得到一盆 从内到外相对干净的活体饲料 我这就是一周前备下的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最好脸皮泥丘 接替使用 投卫时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提前再做一遍减益杀菌 另外 不建议直接投卫活力十足的泥丘 你可以 这俩孩子 每次吃饭都这样狼吞虎咽 就咱家这储备量 还能把你脸饿着不成